台东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接获情资表示 一名逃逸的软性越南劳工在经营地下赌头驻站 警方在会同移民署台东专行队 持台东地方法医院合发搜索票前往查庆 当场查获了这个软性男子 还有另外一名逃逸越南的离姓男子 警方呼吁为了防范赌博情势发生 会贯彻扫荡赌博工作 以杜绝民众赌博的恶习 因赌而衍生的其他社会事件 警方将逮捕归案的越南籍逃逸劳工 依法送往台东地检署进行侦办 日前台东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接获情资 表示有一名逃逸的软性越南籍劳工 在经营地下乐透投注站 而警方在掌握到相关证据后 协同内政部移民署台东专行队成员 持法院合发的搜索票前往查庆 并在软性男子的住务处内 查获软性嫌犯以及另外一名 逃逸的越南籍离姓男子 两人都被带回泰租所进行侦办 拿取行刑上的日前提获请示陈述 有越南籍的逃逸 提供在台东市区经营 越南地下乐透圈赌 那主要提供给越南的同乡 以及在小吃店上班的越南女子来做圈赌 台东县警方在昨天会从台东专行队 持台东地院的搜索票 搜索查获相关的赌博固证 并移松到了我们的台东地检署 做相关的诊处 而台东县警察局也呼吁 农历春节将至为了防范赌博事情发生 警方将贯彻扫荡赌博的工作 以杜绝民众赌博的恶习 还有其他因为赌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社会治安案件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